市長有沒有講過類似民進黨要交出戰犯這類的話 你心中真的有想要交戰犯嗎 所以真的有 所以你是真的有講過這句話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告訴你 不好意思奇怪 應該問XX的話記者聽到沒有 你們在哪裡 XX記者聽到沒有 市長你XX XX 你是在我們辦公室裝確聽器還是 不是啦 我忘記了他們在哪裡聽到了 所以真的有 不是常常就轉轉轉轉 先問他 因為他記者都有名字 應該是追那些記者 就問他們是從哪裡聽到 所以你心中 那你想要開 因為你說剛才就是說 到話到處轉 所以你是真的有講過這句話 我告訴你 記者有名字 那你們就去問那些記者說 你們在哪裡聽到 市長那你想要 放出來不依來針對你的嗎 沒有 台灣喔 台灣是這樣啦 我們什麼 我們最不缺的就是謠言 不然晚上call in節目怎麼辦 市長那 你有想要開微博帳號嗎 你昨天直播上說的 其實我在想 老實講喔 這種mass media 這種網路媒體 看來是世界潮流 所以 所以我們也不會排斥 反正有什麼就去給他上一上 之前要開微博好像有曾經被阻止過 不是啦 老實講喔 你看喔 其實你不要以為網路媒體很容易 第一點喔 總要有人寫 他沒寫一篇我就要改一篇 哇這個 所以開太多也是很吃力 變成整天不幹事 把他當總編輯 微博的受眾比較多是對岸的民眾 這部分 這也不是什麼 這也不是 也不是contentification 就是說這也不是經濟證 我還沒開啦 等我開了我在想要怎麼做 大巨蛋的問題是不是推給中央 網友說陳思宇是柯家軍的吳英寧 你怎麼看啊 不會啦 這個 不是啦 陳思宇還是比較聯合 比較 英文叫flexive 比較容易溝通 所以是吳英寧物理粉 沒有啦 我常常是這樣啦 這個就是不要再口水戰 反正我們會找你開會 我們就來個全程錄音錄影 這樣就好啦 那你大巨蛋要表達 確定要表達 大巨蛋是這樣 你要嘛就拆掉 如果拆不掉 要蓋 那就要安全的蛋 所以我覺得這樣 一開始我就跟袁雄講很清楚 要拆 按照目前的法令 實在是太困難了 但是你要蓋 那也要安全的 你要合法 你不能說我放水 然後就給你一張建材 不可能啊 那你要進來 你要來講 你要怎麼做 因為他花了三年的時間 在那個內政部營建組 台灣建組中心 審那個防火性能審查 其實後來我們看一看 那個結論報告 坦白講看來看去 要在基地內把所有問題解決 相當困難 如果算新招商有可能 因為台北是一個比較經濟上比較成熟的城市 所以比方說我們空地 什麼要蓋工廠的什麼都少 但是這樣啦 如果比新招商成績 高雄有可能贏過台北 但是如果比總營業額 那不太可能啦 台北還是有限電上的優勢太強 所以明天還會是台北嗎 明天還會是台北第一嗎 你之前說台北第一 明天有送子就一定會第一 發生的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